记者何玉华新北报道,2017世大运今天闭幕,台湾获得26金34英30孔奖牌数抢进前三名,这样的夹击,印证三年前时任台北市政府发言人张其强的预测审准,现任新北市政府发言人的张其强对这个结果,笑称是算出来的,是计算的算,不是算命的算。 2014年10月,世大运总会执委会通过2017世大运将华伦留兵武朔列为自宣比赛项目,时任台北市政府发言人的张其强于当年10月17日预估,世大运增加7项自首项目。 台湾2017世大运多金牌数可达26面,比原本预估的19面多7面,世界排名可望做5,望4,抢3,内容刊登于隔天,也就是2014年10月18日的自由时报,为他的省准预测的留下铁证。 张其强今天被问到此事,笑称这是算出来的,是计算的算,不是算命的算。 他政策强调,这些都是是否同事努力的结果,大家都尽力了,才能有这样的好成绩。 张其强感性地说,翻走过必留下痕迹,当年说的话刚好准了,就被称为半仙,不准就变成盖仙。 事实上,这些一起努力的同事,也都是台湾英雄,真正贡献专业的无名英雄,希望大家记得给他们更多掌声。